卡罗尔蹲下身紧张地给萧维云检查 边检查边对芸汐刚刚说的话 确定鸡血已经咳出来了 下意识地抬头 看向被守卫用枪抵着脑袋的小伙子 二不,小姑娘 刚刚一番挣扎 毛泥帽已经掉了 丧了一头的黑发 她在中国这么多年 已经能听懂中文 刚刚如果不是她急救 这会儿夫人恐怕已经窒息休克了 看她这么熟悉的到来 状况和症状不像是个普通人 而且被这么多枪对准 也没见她畏缩害怕 你们把枪放下 是这位姑娘救了夫人 刚刚的情况很危急 如果不是她急救 让夫人咳出鸡血 恐怕夫人已经窒息了 卡罗尔这不大标准的普通话 既是对守卫说的 也是对总统说的 穆飞驰冷眼一扫 按摩多了几分灵力 都把枪收起来 人是我带出来的 出了事我负责 守卫看了总统一眼 斯静廷点了点头 得到恶令 这才把枪收了起来 斯文宣卷木灰时 维护这么个来历不明的死丫头 一双眼气得直冒火 一行人紧急把夏维云 送到总统府的急救室急救 守卫也推到了边上 芸汐扫了眼 愤愤地瞪着自己的斯文宣 再看看四周一脸警惕的守卫 冷恨了声 救了人她并不妥回报 可斯文宣那恨不得弄死她的眼神 让她很湿不爽 她现在脖子都还疼着呢 刚刚估计是用了死劲 想掐死她的吧 揉了揉脖子 她冷眼看向斯文宣 她记得上一世这总统千金 可是穆飞驰的爱慕者之一 跟首相千金 争了个你死我活 最终还是因为穆飞驰看不上她 直接输了竞争的资格 一想到 刚刚斯文宣差点害死夫人 甚至还有可能牵连到 她也被降罪 她就一肚子火 要是没急救过来 夫人必然窒息休克 十几秒都有可能死亡 她死了 她也得跟着陪葬 想想就火大 但是我做什么 我若是想对夫人下毒手 刚刚我可以什么都不做 大咳血会堵塞气管 很快引起窒息死亡的 哼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 有这么多人拿着枪 抵着我的脑袋 想要我的脑袋可以啊 等夫人急救结果出来了 任凭处置 她倒是不担心 会得罪总统阁下 只怕连累不飞驰 毕竟是她带她进来的 既然选择了救人 她就没有考虑过 会有什么后果 哼 你 哼 被她针对 斯文轩一脸气不过 刚刚那种紧急状况 她只看到 她在伤害妈妈 只当她是刺客 谁知道 她是少帅带进来的 搞清楚了状况 斯静婷不由地打凉了眼 眼前一身男装的小丫头 年纪不大 跟她的女儿差不多 稚气的脸上 满是倔强 那双冷傲的眼 有着不和年纪的固执和清高 还有不畏权势的镇定 即便是看到她在这里 她的脸上 也没有丝毫的谄媚和惧怕 怯怯的说 她压根就没多看她 这个总统阁下一眼 文轩啊 不可以对静命二人 这么没礼貌 斯静婷冲施文轩扫了一眼 威严的脸上 带着上位者的灵力和霸气 哼 爸爸 斯文轩不满地跺了跺脚 又不好在沐飞池面前 失了身份 满赶口道 哼 刚刚情况紧急 谁知道 她是在做什么 为了表示自己身份尊贵 刻意走到斯静婷身边 高傲地扬起下巴 已是她总统签金的尊贵身份 格校 既然事情弄清楚了 还是先去看看夫人吗 沐飞池淡淡地开口 打断斯文轩 啊 好 斯静婷给了点头 转身直接往急救室走去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